給我你一顆 在你的笑 到日本東北 賞雪景也體驗 當地的米飯文化 跟著DIY 民眾出國跟團笑得開心 但這途中卻被領隊 壞了興致 那個謝忻領隊 他就直接開玩笑說 你們知道那個 日本的裸湯文化很有名吧 那個我曾經有男客人 他很好奇 給我小費 叫我大家去看裸體 然後他第一次看到 是一個老阿嬤 他就說老阿嬤 他胸部垂垂的 怎麼女生都不保養 就垂垂不好看 所以他刻意等到 有其他年輕女生進去 團員控訴謝忻領隊 拿日本裸湯文化當消遣 王小姐參加透過雄獅 旅遊官網購買的呂天下 東北花卷五日遊行程 去年十二月二號出發 十二月五號回臺 第二天就遇到狀況 立刻傳訊息給業務客訴 回臺後也向地方政府申訴 卻被踢皮球 北市府甚至認為 發生地不在臺灣 無法處理 對此雄市旅遊表示 本公司於十二月四號 接獲旅客投訴當下 立刻請領隊注意聯行 後續依據處分規定 訓誡領隊並停止派團至今 後續將會加強提升領隊 人員信憑意識 三明星和何物動詢卿 看到 谢谢大家